老炮儿冯小刚不再强硬影视圈的大清洗出见成效。 冯小刚先后一共发了二次喊话来对镇某主持人袁哥,虽然用词十分的犀利但仍旧还是没有挽回多数网友的心。 用大家的话来讲就是电影市场该要大清洗了,而且老炮儿冯小刚应该对前面自己所参与的影视市场事件做一个回应,但炮儿仍旧还是没有直面回应这一个问题。 最新的消息传来就是贾张科的新片《江湖儿女》正准备着上映,但知道近二天的主创团对聚会却是少了冯小刚的身影。 并且得到了证实就是冯小刚的戏份与海报全部被删除,原因大家也已经很清楚了,用假导的话来讲就是一言难尽,五味杂陈。 八个字的背后却是意味着影视圈的大清洗出见成效。 老炮儿冯小刚不再强硬了,影视圈也不是以往华裔一家独大,显然这背后的一切还得归于有一位敢于揭开黑料的原格。 对此冯小刚被除名他也说话了,声称江湖儿女之容儿女不容孙子。话说到这份上就很简单了,冯小刚操纵市场的结果就是被市场清洗干净。 当然原格知道现在也并没有停止对冯小刚的炮轰,贾张柯在发出一言难尽之前,原格就发了一篇关于暗讽刺冯小刚的文章,并且情景也是直击冯小刚的要害,把老母亲的事情和学番都搬了出来。 不难看出原格用词十分的犀利而且是毫不留情面,前面叫冯魏孙子,后面暗讽他一百,我们也足以见到货药味十足。 当然从其他方面来讲影视圈也开始了大动作,望后的明星拍片子哪家还敢给演员发上一千万的片酬?没有了。哪一家还敢做明暗合同?也没有了。 就连前面的影帝范尾因一个五百万事件也被骂得无法现身,就连过一个生日也被网友喊话出来走两步,解释一下全过程。 影视圈明确规定,所有涉及到税收问题的演员必须在十月底前把账户全部给填好,而且明星工作室的税率也达到了近百分之四十。 这种种的一切从冯小刚的身上看问题,只能说明大清洗开始,冯小刚想再要出来喊话也没有用,昔日的大导演现在被抛弃,不是失败在影片上,而是大事所趋由不得他了。